大龙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安阳市下边的一个镇叫轮掌镇 什么地方呢 叫康王坟村 我身后大家看那两个字 那边是地 那边是公 地公 这个就是明代 第六代 藩王 赵康王的地公所在之地 所以这个村叫康王坟村 赵康王是谁呢 诸后裕 一会儿呢 这个大叔就去国求要事去了 然后把地公开开 大龙进去给大家好好拍摄一下 那大叔啊 现在就给咱们把这个门开开了 然后咱们进去 现在呀我们就进来了 大叔呢帮我把这个门打开了 然后这个墓道呢 已经不是原墓道了 不是原墓道 现在已经是咱们自己打开的 这是说改革开放以后 才打开了这个 这个墓道是什么时候被盗的 盗不知道 也具体年份也不知道了 是吧 大叔你慢点啊 慢点 这个墓道呢 有豆豆 咱们这里边可以看到啊 明朝第六代的灶王啊 他呀 他可比以前那些灶王啊 可要好多了啊 因为这些藩王啊 其实啊 大多都是那种哎呀 不学无术 荒阴无动 但是诸佛玉可不一样啊 底下都已经积水了 这是没办法的 这个台的啊 就是啊 啊 胡宫啊 啊 这是盗墓园 这个是 两边都是壁坛 大家主要看他 碰点这个画啊 啊 这就是为什么 朱厚玉 他是那种 宝都诗书的人啊 朱厚玉 他和其他几代 藩王可不一样啊 但是他是一个 不幸的人 为什么说 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呃 他在晚年的时候啊 是自义而亡 我们先进里边啊 去看看这个后殿 他只跟前殿后殿 在后边就是他这两个石棺 啊 两个 哇 这里边全是水啊 不太好走啊 大家看看 他跟末啊 他晚年呢 是自义身亡 他为什么会自义身亡呢 其实《灵史》当中记载啊 说他是 呃 他的家庭犯错 犯错了之后呢 呃 这个斧牙呀 上来抓人 气一点自义身亡 就是自上吊啊 其实不是 其实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啊 呃 和他的妃子私通啊 他是感觉到 起始大怒吧 这两个石棺 这当年呢 全部都被盗了 盗墓贼 都被盗过了 这个位置啊 就是盗洞 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已经封死了 啊 已经封死了 这盗洞被盗 嗯 当年盗墓贼 打的这个位置都准 嗯 直接打到关博树在闭 啊 对对 他全然都在 脖子无障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是整个墓藏里边 啊 就整个墓藏里边 现在啊 能留给咱们的 这是个墓贼 这是个墓志明 啊 是不是啊 啊 墓志明啊 墓志明啊 啊 啊 他这个丝关上面 都有花盆 啊 啊 对 仔细看啊 对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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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 啊 啊 啊 龙关 和凤关 啊 两个石关 嗯 嗯 盗墓贼啊 他没做过这个东西 应该是 他把直接往前面这个位置 啊 对 看 全都砸开了 啊 啊 这边 全都砸开了 嗯 看看这个棺果里边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棺果 什么是棺果呢 嗯 这个为果 里边木 木头为棺 挂 啊 棺果 棺果 啊 里边就是 木主人的尸体 这个棺材 就是猪后玉 啊 猪后玉 这个是他的妃子 啊 大家看啊 这个 对 这个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嗯 一棺 外边一层 外果 这叫棺果 不过它是实质的啊 上面纹着 纹路 这个纹的是凤 就是代表是 他的妃子 这个纹的是龙 代表是猪后玉的本人 啊 这个位置啊 看不看 老师 啊 这下一个 也是一个洞 也是一个洞 但是这个可不是倒洞 当时以为下面是有水 当时水井 啊 一个 这个洞 看不看这个洞 啊 这个洞直打上 啊 当水井 不用了 这洞 对 这个可不是倒洞啊 来得什么 千万不要那个 觉得这个是倒洞 他个不是倒洞